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 帮助释迦牟尼佛 这么多菩萨都会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去助佛宏法 而读读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叫观世音呢? 又说观世音菩萨 时时会现一个千手千眼 的庄严妙相 而其他菩萨 为什么又没有那么多手眼呢? 不过都有一尊叫做千手千眼 千拨千文树 千释迦文树 这个是很罕有的 大家看到的这种庄严 在太原崇善寺里面 有尊这样的文殊菩萨 其他根本连文都没有所文 而观世音菩萨 就是很普遍大家都知道了 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又是有我们的见闻 菩萨 又是有菩萨的见闻 眼所见以所闻 菩萨 菩萨观见众生 闻见众生 观众生的痛苦 闻见众生的烦恼 随着病 业随着病 业障病 迷惑病 菩萨就用种种不同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 那他凭什么能力 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而我们的薄地凡夫 现在有新机 有电视 有报纸 我们又不是千手千眼 又是天天听那么多 闻那么多 菩萨又是听那么多 闻那么多 最多他多些 但是我们也不少 我们听到深度 菩萨又听到深度 我们和菩萨有什么不同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人懂得回答 我们有耳朵 我们有眼睛 我们有千手千眼 秒秒钟 我们有那么多烦恼 那么多分别心 我们有能力 有能力 就是我们眼睛 看到种种的事物 以听到种种的问题 放在心里面 是跟谁商量 是跟我们 邀请了五位大贼 在心里面 就是贪真痴万疑 这些拆住在心里面 你听了什么 去跟他们商量 它都只能够 搞到你越听越烦恼 越听越复杂 越听越痛苦 认为 你跟贪心去商量一下 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你跟憎恨心去商量一下 这个问题如何去对付 你跟那个痴戀心去商量一下 如何去医戀 你跟你的妒忌心 如何去商量一下 如何去摇低人 你跟你的疑惑心 如何去藐视人 私疑人 你想想 我们跟贼去商量 心里面住了一班贼佬 天天把问题和他商量 所以我们的身 做一些问题出来就是烦恼 口说一些问题出来就是烦恼 意识里面 将外面的尘埃污染我们的心识 事顾这些烦恼 好像尘埃 涨了眼睛 好像耳屎 塞着耳朵 耳膜都快要穿了 眼睛都快要白外障 梦叉叉叉 你看东西又不通 听东西又不清楚 跟那些贼分析有什么好意见给你 菩萨就不同了 菩萨就好像进了戏院里面 你想想我们人生 好像进戏院 你排了头位 坐在戏院里面 你第一个的时候 陆陆续续看到人群进来的时候 本来是很宁静的 好像一个虚空 一个人坐在一个大戏院 第一个人吓起来了 昔君 一散声 声声 但我们都在让生气 声叉 ans 然后放过去 完整 吃着 用人 если 眉り Clape 博武依陰陰 那些人好的就嘻嘻哈哈笑 不好的就嘻嘻嘻哭 害怕的就嘻嘻腾腾震 大家拿着那些贼就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你自己坐在戏院里 你灌一灌,又是空空直直 菩萨用一种平常心 由于虚空清静的心 灌我们的众生走进来,走出去 他看见就像一片镜子照我们的烦恼 他以大悲之心 明白到我们住了整个斗贼在家里 他也看见,你属于哪一种贼 如果你能信他过去,他便会把你灌出贼 如果我心里被菩萨帮忙去灌贼,有什么方法呢? 因为我们听了一些问题,自己也不明白 看了一些问题也不懂得分别 和一些贼商量也是麻烦 不如我们念观音菩萨 和菩萨商量也不一样 菩萨是一个大智慧,大慈悲 对什么问题都能够教我们 如何去治疗他 不是去分别他,不是去测度他 不是去取捨他,不是去是非他 你一直念着菩萨的圣号的时候 菩萨就有很多巧妙帮你 所以无论有什么烦恼,你听到,你见到 只要一放在心里面 你和观音菩萨商量,他特别多巧 因为他千手千眼 所有的烦恼,当你一来到他的心里面 你把菩萨的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他就和你会化解一切的烦恼 十别我们是持观音的咒 观音是使用很多的护法神 去帮助我们化解烦恼 我们念着这个咒音 由于我们深信菩萨 这个不思意境,不思意智慧 不思意的总持佛音咒语 能够一针见血,一制药就完成了 为什么呢? 好像我们信这个医生 如果我们说,这个药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制作的? 你是真的?是假的? 是哪个药房出的? 是买什么药来做的? 是怎么做法的? 针内有什么病 研究得来都已经疏离了 所以我们一心持观音菩萨的咒 就像你去排队看医生 医生是专科 他一查,就查到你有病了 给什么药你吃呢? 一针见血 不过你当然要找个名医 你找个黄鹿医生医理 那当然会有些麻烦 你最低限都要有基本的智慧 识德 长徐佛科 时时习心归医三宝 于是乎心就有了医归 心就有所投靠 有一个正确的投靠的家庭医生 时时能够检查你的身体健康 有问题不怕,对症下药 我们多些念观音菩萨 我们定期自己 常熟读大悲心咒 屈枉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与观音菩萨相遇一场 不要逃入宝山而空手回 我们要将我们的责 要赶到我们的心门 将菩萨的那种圣庙 迎入到我们的心的道场里面 所以菩萨说 千手千眼妙真容 这个微妙真实的容疑 时事端坐在这个不动的普陀宫 他的阳之金露水 能够洒遍无量法界一切众生 都可以受他的怨力悲心之所分蒙 菩萨在千层的波浪之中 来救到我们的虎老众生 无论他 神就是修 通就是身 在身宿妙用之中 都能够洒遍到我们的心中道场 将一些责赶出去之后 我们就会早日上菩提带到一心成佛 阿弥陀佛 不咬多 amor 只是阿弥陀佛 更大 将冒对比一 spear 今天umen虚 感谢观看